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手将近制作VR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蓝牙键盘的这个材料也已经基本上搞定了 选购完了 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这个选购的基础上进行一下发挥 一般都是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是吧 然后把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大家按照我这个思路呢 应该能找到比我这个方案更好的 那么我这个思路肯定是可行的 但是不一定是最优的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包邮啊 最好是能在一家店采购完了 或者是那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啊 可能有一些东西买的多一点 有些东西买的少一点 那么这个就大家自己去把这个材料采购完成 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向下讲这个新的内容 我们还是看我们这个PPT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这个 啊 HID和SCP模块有啥区别 因为之前这个准备材料的时候呢 我也跟大家一再强调 就是说现在这些模块啊 蓝牙模块实在是太多了 不光是这个SCP比较多 现在这个啊 BLE模块也比较多 BLE它是这个低功耗的一个蓝牙模块 那么 呃 它里边至于是 它这个特性就是一个低功耗 至于它是里面走的什么协议呢 这个根据它自己模块这个自身特点所决定啊 不是说BLE就是把所有的都包括了 那么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啊 据我了解 不是这个样子的哈 然后 呃 我们着重来讲一下这个卖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窃视系统用的非常多的这个SCP模块 和这个HID模块的这个区别 那本节课的这个重点和难点就是啊 如何区分这两个模块以及啊 了解这两个模块为什么不同 啊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特点 来有所取舍的选择模块 一般来讲呢 SCP会比HID稍微便宜那么一些啊 所以啊 大家这个项目中如果是可以不用HID的话 那么就直接买SCP模块就可以了啊 不管是 啊 DIY啊还是这个真正的做系统的时候 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啊 有些产品直接也是买的SCP模块 焊上去直接用 因为自己开发的话也没必要 就周期太长 所以呢 了解这两个模块的区别 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首先来直观的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模块 外貌啊 我们现在不都是外贸协会的吗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外贸 SCP模块呢 这是我买的一个啊 网上也有很多图片 还有一些外边包了一层塑料膜啊 不是塑料膜就是包了一层塑料管吧 嗯 局部防水的这种啊 不是全部防水啊 你把它丢到水里边他就完蛋了 局部防水的散烂机水不要紧 我买的这种的没有防水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这上面写着Bluetooth 然后 XM-15B是他一个型号 SCP模块 这边是他的天线 那么实际上蓝牙说白了也是一种无线的传输技术 它的传输频率是多少呢 其实跟我们这个 常用的2.4G模块是一样的 啊也是2.4G 那么蓝牙跟无线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讯呢 跟我们常用的这个2.4G模块为什么不能通讯呢 因为他协议不一样 我们看这边是一个一排排针啊 实际上这边是 呃CE 然后电源D 还有RXTX 然后还有一个state引脚 那么这就是一一排小排针引出来 他原来这个模块上有很多 这是个测试板 只引出来这些对我们测试有用的 啊他这里边有有些还是GPIO的 所以我们也用不上就引出来这些 嗯 SPP模块呢 它是在两个蓝牙设备之间传输数据啊 这句基本上等于废话啊 就是所有的模块都是在两个蓝牙设备之间传输数据 但是他这个SPP模块传输数据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透明传输 发什么收到什么 就把它等效成两个创口在通讯就完了 只不过中间不是导线 不是我们的那个创口的那个 嗯线缆了 而是蓝牙就是无线传输的 然后他的这个传输频率 刚才我说了2.4G传输 嗯 不能跟我们的这个2.4G模块通讯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协议不一样 啊 协议不一样 导致他底层的这个 啊 硬件的计算计辑的这个传输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虽然是在一个频段上 但是已经有就升职隔离了 相当于这两个东西 所以不能通讯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呢 呃 做无线设备的话 这个无线设备所在的频率啊 信号所在的这个频道是一个很重要的 呃参数对我们来说 但是呢 你所用的协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蓝牙HID模块 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键盘鼠标 以及手柄的这个模块 就外貌来看 跟这个啊 SCP是没有什么太不同的啊 主芯片在这个区域也是占了这么大的地方 然后天线在这里 哈同样他也是2.4G的啊 这边是电源电路以及必要的这个排针 做用于测试的 实际上 哦 说明白了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里面的协议站不同 也就是这些软件部分不同 硬件部分 没有太大区别 你同样一个SCP模块 你把它 烧进一个HID协议 它一样也就变成了HID模块 所以我们淘宝上那些店家的开发费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软件的开发费用 他把这个协议给你实现了 拿着你的要求 把这个协议实现了 因为在协议之上还跑着一个用户层 用户层发送什么消息 通过这个协议发送 所以他开发的就是这个内容 那那个价格 对公司来说还好吧 3000块钱左右 但对个人来说就已经难以承受了 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蓝牙模块 它实际上 最不同的部分是这个芯片里面跑的程序 就是固件程序 它的协议站 HID模块呢 它是内部集成了蓝牙HID协议 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软件的协议 HID是什么意思呢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就是人机接口设备 然后它蓝牙HID协议是定义了蓝牙在人机接口设备中的协议 特征和使用规程 典型的应用包括鼠标 键盘 游戏手柄等 该协议是从这个USB的HID协议改变过来的 因为最开始没有蓝牙的时候 我们用的都是有线鼠标 有线键盘 有线蓝牙 有线的游戏手柄 所以呢蓝牙只是把这个线取消掉了 那么上面跑的这个协议还是跟USBHIDProtocol是一样的 那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二者的这个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啊 SPP模块使用的时候 需要配对或者你设置成不需要配对也可以啊 这里我没有标注 那么HID模块呢也是需要配对 那么如果你硬设置成不需要配对的话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都是配对或者不配对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 嗯 开发者的这个需求来定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就 设置成需要配对 然后SPP模块配对后 点击蓝牙设备名称是无法直接链接的 HID呢 它配对之后 点击设备 呃 可以直接连接这个设备 连接后呢 作为这个键盘输入设备 啊 默认的键盘或者是鼠标是输设备 就标准的这种输设备 我们现在能买到的模块呢 一般默认都是键盘的 呃 都是把这个设备作为键盘 接入到这个配对的系统当中 呃 作为鼠标的都很少 然后这两者的另外不同是SCP这个 SCP模块 他发送给 呃 另外一个蓝牙接收方的这个数据 要用APP去访问 呃 就是我试过把它接在手机上 然后这个数据 我给他发数据 这个数据就直接从缓存区里面放了 系统并没有把它取出来 那么因此呢 我们 呃 要取他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必须自己写一个APP 把这个数据从缓存区里面取出来 呃 我也用这个模块连过电脑 一样的效果 就是你给他发数据他根本不理你 就像一个 没收到的傻瓜一样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收到了没收到了 他已经通过这个 蓝牙把这个数据传到了这个 手机或者电脑上 只是放在缓存区里面 他不知道这个数据是给谁的 所以只能放在缓存区里面 然后再来数据 新的就把旧都覆盖了 那就是这样 HID呢 这个蓝牙数据 就直接作为系统的输入数据使用 所以呢 不用使用APP访问 呃 你用HID发送给 发送给手机或者电脑的数据 他直接作为这个 呃 键盘输入数据来 处理了 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进入到缓存区之后 我被系统直接读取出来 放到这个 当做键盘输入来处理了 那么这是两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 呃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这节课有一个演示环节 啊 我们计划是演示一下SPP和HID模块 与手机的这个配对 还有就是SPP模块与手机的通讯 啊 这个主要是上口通讯了 还有就是HID模块与手 呃呃呃 与手机的这个通讯 这个是作为 呃 人 人机接口设备与手机通讯啊 我们用它来打打字什么的 呃 最后是利用APP 将这个SPP模块的数据 作为键盘输入数据使用 因为这个演示环节呢 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所以我们放在下一节课去讲解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的听讲